这是刘国成一生都没治愈的伤心事 最疼爱的女儿被敌特分子残忍暗杀 她誓言要追查真相 手刃凶手 可至此她都未能找出幕后真凶 晚年迷流之际 这位战场上铁骨铮铮的开国元帅 含泪之言 此事不轻 我死不瞑目 世人皆称赞她是战场上的铁血元帅 却不知在她心中女儿惨死 一直都是难以阻凭的伤痕 那幕后真凶到底是谁 刘国成女儿死前的那句叔叔 我认识到底一直何人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起陈锋的历史真相 1936年刘国成和王荣华在甘南小镇结为了伴侣 婚后他们夫妻二人一共孕育了七个孩子 其中长女名为刘华北 1945年刘国成和妻子 寿命奔赴前线指挥作战 无奈之下 只得把孩子交由延安的中央托儿所内帮忙照看 这所特殊托儿所的成立 就是为了帮助照顾前线将领子女和牺牲烈士遗孤 托儿所内的所有老师和阿姨 都是我党精心甄别培训出来的 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帮忙照看孩子 为前线将领士兵解决后顾之忧 另外就是保护这些孩子的安全 避免他们成为敌特报复的对象 可谁也没想到 命运却和刘国成为 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从托儿所成立到1945年数年间 成百上千的孩子都在托儿所的庇护下 渐渐康康的长大了 可唯独他们的女儿刘华北 却在1945年的6月不幸遇害 凄惨之后 那是一个平常无趣的早晨 托儿所的老师在点名时没有找到刘华北的踪迹 保育员随即前往屋中查看 进屋后他看到刘华北 还蒙着脑袋呼呼大睡 有些恼火的连喊几声 华北该起床了 都点名了 可被褥下的刘华北 却依旧保持着异样的沉寂 保育员健壮心中立即涌起 不祥预感 连忙上前掀开被子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惊呆了 只见六岁的刘华北浑身血迹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腹部还被人残忍的弯曲一块 这一幕犹如晴天霹雳 让托儿所内的所有人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他们第一时间把消息上报给了中央 并隐晦的通知了刘博成夫妇的警卫 当时正值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一幕前夕 刘博成与汪荣华难得有空 正要准备前往保育员 探望九雷的孩子们 夫妻二人本身满心欢喜 刘博成还特意刮了胡子 生怕扎腾了孩子们娇嫩的脸蛋 可没成想 等待他们的确实一个噩耗 警卫只说 六岁的刘华北在托儿所内出现了一些状况 有知消息的刘博成夫妇 立即赶往了延安的托儿所 一路上 他们的心被焦虑与恐惧紧揪着 一股不祥的预感 涌入不及心头 当他们赶到托儿所时 也是夜深 可院内所有的办公室都灯火通明 巡逻人员也是各个神色简张 刘博成立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他走进办公室 托儿所的院长 愧疚的说出了真相 首长 华北被敌人暗杀了 那一瞬间 刘博成与汪荣华几乎同时昏倒 当他们强忍悲痛来到女儿身边时 却只见华北静静的躺在小床上 白布覆盖着他冰冷的小脸 汪荣瓦扑倒在女儿身上 失声痛哭 而刘博成则颤抖着掀开白布 捕摸着女儿的脸庞 眼泪无法抑制的流淌 刘博成很快就分析出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性报复谋杀 很快毛主席也得到了消息 高级将领的子女竟然在托儿所内被人暗杀 这件事发生让整个中央高层都为之震怒 主席亲自召开会议 下令中央保卫处务必查明真相 急拿凶手 可是也没想到调查的结果却让众人都为之惊恶 龙华北在死前竟然认出了凶手身份 那句 叔叔我认识指的到底是谁 后边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讲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查看我们的付费订阅专区 我们在那里详细讲讲这起案件的调查真相